今天這個迴避的問題 我只要是在上學期上請示頌法的期中考題 這個是我的必考題 那我就以這個必考題來看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法律沒有那麼困難 有的不就是一個經驗法則而已 那我出了這個問題是說 假設第一審的這個法官 這個壽命法官 他有參與 因為壽命法官 來擔任 那他的這個準備程序呢 他開了三次庭 三次庭以後呢 他就被調走了 他就高升到這個高等法院 好 那當然以後續就有另外一個法官去進行 好 那這個時候如果假設這個案子 後來上訴到二審 然後這個壽命法官 這個壽命法官 這個壽命法官 這個法官如果又抽到了這個案件 各位思考一下 那他要不要迴避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再把它延伸一下 假設這位壽命法官 他不僅呢 主持了 開了這個準備程序 同時他已經審 審到延遲編論也終結了 延遲編論都終結了 但是因為呢 又有職務要動 他要從一審高升到二審當法官 表示呢 這個案件他就沒有參與判決 可是他有到延遲編論 那同樣的如果假設這個案子 後來到了二審的時候 又被這位法官 抽到了 要不要迴避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假設這個二審的法官 一個二審的法官 他今天呢 接到這個案子也判了 那最高 這個案子如果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呢 撤銷 發回更神 那又被這個法官抽到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法官又要不要迴避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假設 我這個二審的法官 曾經判過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後來呢 最高法院博委上訴就確定了 那被告呢 如果呢 去申請再審 申請再審喔 我這個法官抽到了 我要不要迴避 好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 好像各位就當著我的學生一樣 第一個 參與準備程序 他就走掉了 到了二審 他抽到 各位認為要不要迴避 都講要對不對 都講要對不對 來 那第二個呢 這個更進一步了 已經到了延遲辯 都有參與了 只是他沒有判決而已 那這個時候 各位要不要迴避 要嘛 對不對 第三個 發回更神 判到同一個法官 要不要迴避 要嘛 申請再審的時候 如果以前判過 要不要迴避 也要嘛 對不對 這個答案很肯定嘛 可是各位猜喔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 我們司法實務的解釋 要不要迴避 四個問題 要不要迴避 全部不用迴避 全部不用迴避 這問題就大了 這個 這個 為什麼這樣 我就不講細節 我只講司法解釋 全部不用迴避 而且 全部有法律理由 好 那我們就轉換到 我說這個是 我講的是刑事 那轉換到這個 這個行政訴訟好了 我們就開檢診這個案件好了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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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叫做 黃處理法官 他在 應該是台中高長行政法案 接到了這個案件 他呢 因為是說明法官 所以他也有準備程序 然後他也進入了 實質調查 結果後來因為怎樣 因為職務調動 他到了 最高 行政法院 好 那我們各位 這個案子後來他沒有判決 在 這個台中高長先到他沒有參與判決 可是這個案子如果上訴了 他呢 審了這個案子要不要迴避 要啊 這要不說嗎 參與前審的裁判 雖然你沒有判決 但是你已經 touch到那個實體了 你已經形成形政有偏見了 你應該迴避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我們說不用迴避 跟剛才我問出的那個問題一樣 不用迴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呢 我們的司法實務一直強調說 那個參與前審的裁判 他把他限縮解釋神 僅限於什麼 我有判決的 我只要在那一個神 我沒有判決 我就算已經參與到延遲辯論 我都不用迴避 各位說慘不慘 那在更慘的在後面 那沒關係啊 你這個法定一迴避是有啊 這個你自己不迴避 好算了 你們自己去拗 好那沒關係 那至少我們人民呢怎樣 有那個機會去申請你迴避 對不對 在太極犯件有沒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最高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有沒有在開庭啊 剛才陳老師也提到了嘛 完全就是在書面 秘密審判嘛 欸現在幾世紀了 21世紀了 我們還在秘密審判耶 這個秘密怎麼各位想 好像在歐洲那個什麼 中世紀 那個宗教法庭才有在秘密審判耶 結果我們還要21世紀 中教法庭還公開 還公開喔 對對對 這個認真一下 陳老師說還有公開喔 我們是完全沒公開 這個意思會心想到 申請迴避的問題喔 因為我今天 我要申請迴避的前提是說 我知道哪一個法官 審我的案子吧 可是因為不開庭 所以哪個時候 我會知道 這個法官 我要不要申請 我接到判決書的時候 已經確定了 我還申請你個屁啊 因為判決已經確定了 我拿到判決書 我才知道 這個人竟然也有 我申請我的案子啊 他駁回吧 駁回以後 就確定了 這個書要申請怎麼迴避 你申請有沒有意義 也沒有意義啊 所以呢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 制度很大很大的問題啊 更可能是台積門案 這個案子目前還沒終結 就是說 因為呢 這個台積門案 因為我們的行政 目前的行政書 就有一個問題啊 明明認為說 這個稅務機關 你亂開單 我已經認定你違法了 我也把你撤銷了 可是各位要知道 撤銷的意義代表什麼 是不是這個主問就無效了 不是啊 他沒有自為判決啊 所以這個案子 是回到原來國稅局啊 他再重新開單 他重新開單 如果我再救濟 好 那現在又有一個問題了 這個是 刑事眾不可能出現的 只有在刑事眾有 如果呢 他重新開單 我就會再救濟 然後呢 我來到了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所以 抽到這個狂關 以前審過這個案子 我問各位要不要迴避 要嘛 對不對 這是common sense 這個不用法律規定 法律的獎金 當然問題來了 還說前審 我們的行政法院怎樣 他沒有地方 他只有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那因為我們的司法司 一直到現在 把那個前審 解釋為下級審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也沒有下級審 他沒下級審 而且他認為說 這個案子要重新開單 所以呢 跟前面那個案子都不一樣 所以 我不要迴避 他會承認說 我錯了 然後把他撤銷嗎 不可能吧 所以搞到那邊好像鬼打牆一樣 都同一批人怎樣 在那邊繞 在那邊轉 對啊 我就搞了24年 原點就是個假 所以他明真的很苦 雖然是蠻佩服 每天 那天我有去 但又有上禮拜 做一個重重感冒 所以我在那邊五分鐘 我就有點頭暈了 所以這個提議上 沒有辦法去律師子 所以呢 我剛剛講 這個人很苦 你現在要申請再審 還是面臨同樣的問題 那 有的時候 你不要申請迴避 我們目前是由何一廷 這個法院組一個何一廷去審 那我問各位 有可能嗎 他有可能說 這個法官不公正 然後就迴避嗎 有可能嗎 這個有道德風險嗎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有人 這個法官 我如果真的叫他迴避 我們何一廷就叫他迴避的話 那有一天怎樣 那個法官的心理會怎麼想 有一天 如果有人來申請我 要迴避的時候 說你的主力 我已經讓他感到結論之意 你想有沒有 我會想這個東西啊 我們要誠誠把握啊 我們不是為了人民啊 我們是為了法官自己啊 所以呢 所以剛才提到那個 外面在做的那個 我也是台灣賠償的理事長 後面在做的那個賠償 雖然都講說 你這個賠償員 一定會 都被情感所巴舞 受輿論影響 可是各位不要注意喔 賠償呢 不是說隨機這樣選出來就算了 要兩邊問問題怎樣 來決定要不要保留 要不要剔除這個賠償員喔 那我問各位 他也沒有受影響 兩方就有問問題 我就可以知道嘛 可是我們的法官 有沒有辦法去 他如果 法官如果有受輿論影響 如果受情感影響 如果有偏見 我們有沒有辦法篩選 沒有辦法 最後那一個 那個 檢察官借到行政指引署制度 我就下一個決議就好啦 簡單的講啦 就是台語講的啦 吃檔吃氣 沒吃虧啦 這個是我辦法在這邊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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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